英国人报道约旦对外出售清单与中国有关 却遭各国网友炮轰是什么情况 约旦这是暗度成仓 冲亡止函 最近英国一家媒体遭到各国网友炮轰 而且因这一篇报道了约旦空军对外出售名单列表中的无人机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先来说说事件经过吧 约旦皇家空军最近在其官网网站上公开一份出售列表 而这份列表中包括了CASA295 CASA235各两架 一架C130B 12架HAWK63 CH4B彩虹4 MD530各六架 而CH4B彩虹4正是去年中国刚刚卖给约旦的无人机 该英媒大笔一挥 就是对飞机性能不满来解释为何约旦想要对外出售这些战机 如此草率的定论 让该英媒遭到各国网友的炮轰 不少网友开始向该媒体质疑 如果这个定论成立 是不是也说明英国自己的HAKW63教练机同样存在问题呢 很显然 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还有网友搬出了在今年年初发生的事件 沙特一架彩虹4五人机 被来自中国的飞弩6击落 当时还有不少人称 这是一次中国武器装备的左右护博 而有因此的地方在于 被击落后留下的彩虹4残骸 却遭到了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员抢夺 那么如果性能不好 真的会有人去抢吗 有意思的是 因为美意冲突愈演愈烈 网上还有一种声音认为 很可能是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的战略 担心虹王齿寒 又怕激怒美国人 所以干脆打着卖二手货的机会 偷偷送一波物资援助 不过 这个可能性其实不大 因为约旦和伊朗的关系可不是很好 甚至一度敌对 这个时候冒着被美国人穿小鞋的风险去帮伊朗 有些不切实际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个出售清单中 花开彩虹四臂不说 CASA-235 HA-KW-63等战机 都是性能非常优越的战机 最大的可能还是约旦自己的资金出了问题 才导致人痛卖战机 不过 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 英国人这信口开河的毛病 没啥证据就要往中国身上泼脏水 她是因为无人机市场占比高 就羡慕嫉妒恨了吧 这段时间就亮了 CASA-235 DM